在家无所作为 在外毫无社交 兴致乐趣一概全无 这才让余女士 对丈夫有了透明人的评价 也是她越来越喜欢 外面世界的根本原因 生活观念的不同步 让夫妻俩的矛盾 也在连连升级 前不久因为一枚小小的镯子 80后与60后之间的战争 彻底爆发了 那个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大 有时也买不起 你买了房子 这里亲戚朋友借了钱 又是房贷 也没钱 我就跟他取了个 等过年的时候有钱 我再给你买一个 所以就买了 买的时候肯定高兴的 到后面他给我的东西 他有一点一点的讨回去 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下了班回家在家做饭 他也回来了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就上个石头尖 我就说了一下他 就因为是冲水的事情 就是他有媳妇的水 放在厕所里 还有一个冲点盆里也有水 我就没用冲点 我就没用他媳妇的水 他就骂我 他说有事来拿你 我没有跟你说骂你 我只是说你那里面的水不可以用 为什么 我就这样说了一句 然后呢 然后他就发脾气 他说要你管哪 我就等着他一句嘛 我说你买这么多衣服 买了多少鞋 只要买一张什么水都有 我就等着他几句嘛 他后面吃完了饭 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 我就不想跟他说话 也不想跟他吵 吃完饭 我自己到房间里睡觉 他就冲过来 把我钱都拿来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就这样说的 是什么钱 就是那个买镯子的钱 就要要回去的意思 对 他反正就是你不给的话 今天晚上你不要想 对 那天怎么结束的呢 我只能是给他 我不想跟他吵 我也不想跟他闹 等着两句嘴 然后他就 搬他门不搭理我嘛 就是 他就说过不了 就离婚嘛 就是两个人 我离婚就离婚嘛 把东西拿来嘛 就这样 过的嘛就是 搬出来二十多天 就是说 他从拿走 那些东西之后 我觉得我在那个家里 我待不下去 我就出来了 你在哪呢 住在离婚工作附近的地方 没有回娘家 没有 你呢 我住在她家里 他也从来没有去说找 也没有 为什么 我不是没找 我去打过电话给他 也跟他妈说了 叫他回家 他就是不来 他说你把走出办了 我就回家跟你见面 但是找是找啊 因为是就这种态度的话 你可以随便问一下 谁可以接受 是你自己跑家不过要走啊 又不是我告诉你出去的 自己要走啊 对 镯子现在是拿回去了是吧 其实我要求不高 哪怕你是稍微关心一点点的话 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有过关心我吧 你说关心 到医院去检查 你的衣服穿的 哪样衣服穿的 什么是都是我来买的 尺寸我都是买好的 你觉得我还是 还要怎么样 你在家里去看一下 家里有几件衣服 你去看一下 你算一下 你有几件衣服 我有几件衣服 你去比一下 好了我不吵了 要大死不住 三句话没说就能吵 一言不合就开杠 这对80后小夫妻的沟通方式 看得我们是哭笑不得 但换一个角度想 这样生活日常 又会给夫妻俩的感情 乃至孩子的成长 带去怎样不可磨灭的伤害呢 眼前的小两口 如此背道而驰的生活理念 长辈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观念差异如此巨大的他们 又是如何走入婚姻的呢 在现场 我们连线了余女士的父亲 希望她的回答 能引领我们找到答案 余先生你好 简单交流几句 你好你好 你好 对你好 女儿这边提到 就是说她跟小熊觉得 有很多观念上的不同 有很大的差异性 就这些你们了解吗 你们又怎么看 一个性格方面 我问女儿方面呢 她那个性格 稍微比较外向一点 拨拨一点 小熊呢 她可能性格稍微内向一点 就说是对这个钱看的 可能稍微比较重一点 就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的 人也不像谁好谁不好 生活方面的东西说 人也很难说谁好谁不好 怎么说是两个 各有各的问题 他们十多年 都没有磨合到一起的 听起来都是小事 没有什么问题 她经常回来说 也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反正就好多事情不同步 想不到一起 就作为家长 其实你们也感觉到 他们两个人 在很多方面是不同步的 是啊 经常分区搞死人的 我说一年有几个月 都就是有闹瓦草 什么样的 反正从来没见他们 高高兴 我去家出去玩的 什么样的 很早很早 几乎都没听说过 有些女儿很早就跟小熊 他们就结婚了是吧 因为那时候怎么说的 家里面情况做得很好 也想找个 怎么说的 找个人保护吧 应该有各种想法在里面 方便说一下 是家里什么情况 会让他想有个人保护 当时 有经济问题 这是我继父 这是我继父 是继父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先挂电话了 谢谢你们 好 爸爸的话 他二十年前就走了 本来两个人都是那种 家里没有感受多少爱的人 可以一起相互携手的 问题是 他受他原家里的情况 太那个了 我不知道是他没有 社会上接触那么 太多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他的原生态 他的观念里面想的 肯定是那种 就是说 女人就得在家里 生娃带孩子做家务 其他的事就不用想着了